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又回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今天呢是带给大家一个摩笔游戏 也是我们Summerphone欢乐夏日系列里面的一个美味冷饮店 然后这个美味冷饮店呢是需要我们自己给它组装起来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给它组装 这里有很多的一些贴纸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欢乐夏日系列里面 很多的这些商铺啊,很多这些小店啊 都需要我们用贴纸能自己给它装饰好,给它贴好 所以呢这里呢我们是先拿贴纸呢贴在我们的顶部 就这个商铺的一个顶部 然后呢这上面是我们的一些招牌 然后装盘上有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个冷饮 然后呢这上面有很多我们这个竖条的这个贴纸 你也可以把它贴在我们的装饰这个墙上 比如说像贴在旁边 我们这里呢是一个小麦布的一个窗口 你可以把它贴在我们的这些窗口的这些边边角角上 然后现在呢我们是要把我们的小黑板给它组装起来 我们的小黑板呢也是可以折点形的,非常的可爱 在我们的小黑板上呢要贴上我们的招牌 也就是我们的夏日特供是哪些 还有我们的菜单 这些呢都在我们的贴纸上 然后更加不能少了我们这个冰纱 冰纱的这个机器 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用我们自己给它组装起来 组装了之后呢还少不了它的贴纸 你可以把那贴纸呢给它贴在我们的这个冰纱的机器上 然后因为这个贴纸呢是左右给它定好了的 所以我们在贴的时候做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 它左边和右边呢是分别是一个橘子和一个草莓 然后现在呢我们是在做一个它的垃圾箱 当然垃圾箱是不能少的 要不然的话呢那些垃圾会到处乱扔 这样是不是特别好的 我们要从小就有一个环境保护的一个意识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大冰柜 然后现在呢是组装我们的收音机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大冰柜 我们的棒棒糖然后还有我们的瓶子然后都贴上我们的贴纸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的糖果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我们棒冰的一些种类 我们可以把它都通通的放进我们的小冰箱当中 然后我们还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组件的一个部分 感觉呢它是像放我们的一个甜品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呢应该是香草口味 这是我猜的 另外呢还有我们的一个焦糖口味 焦糖口味呢看的颜色呢是偏巧克力颜色一些 但是呢它的口味呢是偏甜 然后呢不能少了我们的饮料 然后一个带着吸管的饮料 还有我们的一些可以放东西的一些板子 这些呢是一些小的苹果你可以把小的苹果呢放到我们这个小的格子里 然后当然呢不能少了我们的收银员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人偶你可以把它放在旁边 还有呢是我们的小顾客我们的小朋友 嗯是过来买冷饮的小朋友 然后再来一个小姑娘 小妹妹呢也是跟着她的小哥哥一块过来买冷饮 还有我们的家长 这些小人物呢小人偶呢是做的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精致 嗯总的来说呢 嗯你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呢也放在我们的这个台子上 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们点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可以给我们写留言 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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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